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深情最专一最负责任的伊朗游牧男人 此时他正轻轻地吻着眼前的诱饵 动作是如此的轻柔 深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孩子 紧接着他走到未完工的房子里 拿起刮板刮下窗上凸起的肝浑土 这一座房子使他亲手建立起来的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妻子 故事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由于妻子丽娜与母亲因为用水问题产生了矛盾 哈里无奈跟着丽娜上山建立新家 本以为两口子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夫妻俩还没在食屋过上几天的日子 丽娜就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 由于宗教文化的规定 丽娜的意外去世只是简单地办了丧礼 并且肃葬 这使得哈里根本无法接受爱妻离开的事实 告别了岳父与家人之后 哈里又重新回到了与妻子一同建好的食屋 有人说那是因为穷才住的那里 其实原来哈里建食屋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孩子 第二山上放牧相对方便 而妻子意外去世后 他带着孩子回到食屋生活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那里有妻子的余温 只有住在那里他才能感觉到妻子还活着 哈里家里本不穷 在当地甚至可以算得上小富之家 不仅在小镇上有固定的房子 还有车子 大片土地 每到收获时节 一大家人都会一起帮忙收割 打粮食筛骨路也运用上了现代化的机器 作为游牧民 娘群就更不用说了 哈里一家人其实也很会过生活 时常一大家子开着小车出去游玩聚会 叫什么神的 不信任何人都没有 消灭 有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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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空地 有空地 有空地 一家人也会到城里的教堂中心礼拜 如若生活贫苦 这些又怎能做到呢 哈里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儿子 哈里大概排行老二或老三 他的兄弟哈桑也因其出众的外表 以及对老婆孩子有担当和责任 而在全网混收了脸 同时哈里也有两个妹妹 经常在镜头里出现的商店老板 也是哈里家的亲戚之一 哈里家的固定住所与商店在同一个村镇 哈里一家人属于游牧民 但他们却过着半眠半目的生活 秋天 他们一家人会从山上回到低地的村镇开始播种 春天 留下家里部分人收获粮食 其余大部分则返回高山牧场去放牧 因此哈里与莉娜一直生活在大家庭里 即使几兄弟娶妻生子了也不分家 然而女人多的地方自然就会有矛盾 莉娜好像一直融入不了这个大家庭 或者说哈里比较在意妻子的感受 不愿妻子受委屈 自莉娜与母亲闹矛盾提出要搬出去住后 哈里便议了妻子 没想到石屋还未真正完工 夫妻俩没住到几天就天人勇哥 哈里一直不敢接受事实 带着孩子回到了石屋 牧羊的活 有其他家庭成员负责 他专心做起了奶爸 他要尽心照顾好他与莉娜的孩子 哈里把小屋打造成了温馨食屋 就好像妻子从未曾离开 而伊朗拍摄视频的团队也会给相应的报酬 如今他带着尔萨拉德也有了些许知名度 经济收入也应该不错 这也是为何他没有干活 却还能买得起奶粉 尿不湿的原因 这个深情的男子 带着年幼的孩子一直在狭窄的食屋里 生活了两个多月 请示钮 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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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vation Ouff 0yourま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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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沒有 二人都在吃 我去吃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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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入秋以来,日渐凉爽,高山上昼夜温差大 随着冬天的临近,牧民们鲜洗回了滴滴 为了小阿拉德能健康成长,哈里才人同伴侣 哈里为了完成丽娜独立军 居住的梦想,便带着孩子到滴滴徒手间房子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中午的阳光炙烤着这路边的简易小屋 小阿拉德和哈里由于早起 此时睡得正像,这温馨又落寞的画面 如若丽娜也在,该有多好啊 趁着小阿拉德熟睡之际 哈里尽管打了几个哈欠,却也不得不起身 因为除了照顾儿子,他还有重要的事儿 但在办事之前,必须先把孩子照顾妥当了 接下来要继续盖房子 这座房子因为哈里专业的技能 仅仅花费二十天就建成了雏形 窗子和墙面上的大白都是昨天才弄好的 哈里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儿 阿拉德小嘴微微张开,正在填睡 小小的人儿,他到底有没有想过妈妈呢? 打落盆里的干石膏粉 连接上软管 运用软管里残余的水清洗盆子 紧接着打开蓄水罐的水龙头 今天哈里打算把涂抹泥土的墙面全部挂上大白 但在此之前,窗户和墙面必须得填补平整 阿拉德吸顺着小嘴安静地睡着 阿拉德吸顺着小嘴安静地睡着 散发着奶香味 树下的鸽子正想着 今天到底能做什么事儿才能打发时间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相和 田文木块 紧接着从窗口开始刷石膏 哈里的房子虽小 但绝不比当地的豪宅差 墙面涂上泥土不仅可以起到凝固作用 还可防风保暖 刮上大白季美观 又能使房屋看起来更宽敞 房子到底要建成什么样 哈里的脑海里早有蓝图 这边的窗户算是完全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是清理墙面挂上大白了 建造房子无论任何工序 哈里都是信手拈来 不仅仅因为他是游牧民经常建造房子 还因为他以前常常出去打零工帮别人造房子 一点的窗户 数字兵制作工坪 居宪只充 3个博物 1个博物 3个博物 1个博物 8个博物 1个博物 2个博物 1个博物 3个博物 3个博物 1个博物 永远 1个博物 2个博物 2个博物 3个博物 5个博物 趁着儿子真正醒来之前 哈利动作麻利 迅速赶紧把这一面墙都挂上石膏 以免盆里的高体水分蒸发硬化 只要这面墙都挂成白色 今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小阿拉德已经习惯了自主醒来 小小的人知道亲爱的奶爸正在建造房子 便不哭不闹朝着房子方向转去 哈利充满爱意 小阿拉德也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小家伙如今已经半岁多了 睁着大眼睛朝着熟悉的摄影师 露出甜蜜的微笑 无级 faced common 薅病 熟悉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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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 哈利对阿拉德的爱就犹如这秋日般的温暖 隔着屏幕照射到每个人的心间 一个男人有多爱自己的妻子 就会有多爱自己的孩子 哈利把试读情深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这老父亲确实有些溺爱 非现榨的果汁给婴儿喝真的好吗 哈利不仅给阿拉德提供了婴儿的必需品 还实无巨细 衣服弄脏了定会在第一时间换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队 매� 台课阿拉德提供 台课阿拉德 Tech 大健歌 同学的 是否可以 娅大的 女人 穿在戈 Ricoh 穿在正荒 穿在这里 我相信我的友情 你就快客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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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哈里情绪稳定 原本老是木讷的他 只因有了阿拉德而变得开朗尖盘 小家伙在哈里的呵护下也越发的强壮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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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猫 滚 今日的晚餐是 囊饼就葡萄 在伊朗万物街可救囊饼 既抗饿又方便 一小块囊饼 小阿拉德几乎啃食完了 妈妈 妈妈 咸咸咸咸咸咸 赶快吃 撒 captured 包拥 owners 真的 有口味 咿 买 我看你一眼 我看你一眼 你一眼 在这平凡的下午简单的生活里 太阳即将落山 黄昏已尽 时间在偷偷溜走 虽然哈里再也等不到丽娜了 可他们的孩子就是希望 但愿这父子俩越过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